其實我們是一個新創團 然後我們是共產創辦人 然後我叫慧農 然後因為那天 然後這是擁榮跟基成 你們要不要講一下 我們三個都剛好是交大的同學 但是是在創業之後才認識基成 那他現在其實在日本工作 他比較害羞 我現在是一個工程師 就是在日本一個新創公司 叫做美魯卡里 是一個拍賣的網站 在那邊當後端工程師 我現在有做副業 幫他們做一下他們後端的事情 後端是寫什麼語言 目前這邊的話是寫PHP 我在公司是寫PHP跟GO OK 然後就是因為比較好奇 那天跟朋友園在這裡 也是談了個項目的事情 然後就是看到有這個預約的機會 然後比較抱歉的是 就是我們沒有特定的目的 就是想說有這個機會 然後很好奇就是像這樣的一個 就是動機跟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委員 要怎麼成功比較好 你是可以叫我唐鳳或AU都可以 就是唐鳳 因為你算是一個有名 還蠻有名的人 所以 還行吧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播出一個時間 然後比如說 可能有些人是有一些目的會來找你 那有些人就是像我們一樣沒有什麼 對啊 就大家互相認識 對 那這樣的話 背後這個 就是你想達到的一個目標 是什麼 當時其實不是我提出這個主意 當時是這個地方 大概一年多一點點以前 就是本來的社器聚落在京華街 就是院長官地 那但是當時因為就是院長官地要給院長住 所以我們就在有一個重新設計 設創中心的這個想法 那所以當時就找到這樣一塊地方 可是當時這個地方 完全不是你現在看到的這樣子 它是非常軍事化的 然後讓人的距離非常遠 那我不知道你們之前有沒有到過空總 但是就是 就是遠於千里之外的那個感覺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真的搬到這邊來會比較好嗎 這樣子 所以當時我們 我自己在這邊就是每個禮拜 主持一個共同想像的一個工作坊 然後有上百個就是全台灣 也不只是北部的做社會創新的朋友們 等於一起來想像 說這個地方未來應該要怎麼樣 才真的能切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每一次都是直接把平面圖攤出來 然後當時我記得地下室淹水還淹到膝蓋 然後只有一間會議室可以用麥克風還是壞掉 那個就等於還是廢墟的時候 等於大家就在這邊一起來想像 那所以我每個禮拜收斂大家的共同想法 那慢慢就收到三件事情 一個是說大家希望說這個地方的目標 不是只給進駐的團隊 而是任何人他只要對社會創新有想法有貢獻 那大家就可以來就是自由的使用 而且一定要有廚房一定要有咖啡廳一定要有主廚 因為大家覺得說因為一個新的事物一個新的概念 大家第一次聽到說一定會有一點距離感 這個時候如果你是在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然後旁邊有看起來很友善的人 然後又有好吃的 那就算新的東西不記得了 至少東西好吃會記得 下個月還會願意來 對所以就是食物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是說大家都希望這個地方開到半夜11點 因為很多活動 因為這邊只要有能夠做社會創新的團隊 來這邊辦活動是不收錢的 所以常常同時三四個活動在進行 但是常常活動完了都七八點了 那政府所經營的空間很多那時候就已經關門了 大家就會分別帶開去旁邊就是吃晚飯之類的 但是這個時候這幾群人彼此就沒有聯絡到 所以我們開到半夜11點也是希望說 大家在活動結束之後可以mingle 等於這邊還沒有收攤 然後大家就可以就是閒聊 那所以我每個禮拜三晚上都在這邊陪大家吃披薩閒聊 就是這個原因 那第三個大家的共同希望就是說 我每個禮拜這樣來主持很好 所以就不要停 就是以後還是每個禮拜都來 所以當時可能可以是說大家覺得說 有什麼新的對於政策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對於社會創新 各個部會之間怎麼串結比較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像你說的他自己有一些資源 或者需要一些資源想要媒合 都能夠直接找得到政委 大家覺得蠻好的 因為很多部會不會知道別的部會在發生什麼事情 那但是如果找我的話 我如果不知道我至少我問一定問得到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等於旁邊的各部會的同仁們也跟著也聽到了 說原來有這些事情正在發生 所以當時我就每個禮拜在這邊 那其實過了一陣子我就發現 只有北部的跟高鐵連線的人比較會過來 因為其他人的交通成本還是比較高 所以我又開始每兩個禮拜 巡迴在全台灣那些比較高鐵到不了的地方 那但是我去就不會是帶12個部會去 帶12個部會還是來 但是是在空總 但是透過視訊 然後就是直接等於跟著我去巡迴 但是他們不用真的去搭 不用嗎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只有我需要到處跑 那但是這樣子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透過這種比較低成本 比較不浪費大家的 就是通行時間的方式 那但是無論如何 大家在地方還是會看到12個部會的承擔 那所以人家說見面三分請 隔著網路至少 2點5分請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不是很抽象的好像公文裡面 因為以前這些部會之間會閒的時候 都是一頁一頁的公文 那其實你傳到第三的時候 很多人根本不記得本來到底是什麼問題 那就是一個很抽象的一個判斷 但是透過像這種直接面對面的方式 大家就會了解到彼此的生命經驗 然後也知道在地的實際發生的事情 那最重要的是說 部會的朋友像內政部 他說我去會衛福部 我去會交通部的時候 他不會是一個文 而是就坐在他旁邊 所以他們必須要立刻交頭接耳 討論出一種解決方法來 所以等於是說讓大家很快速的提出問題 到解決問題中間 可能只有兩個禮拜的一個時間長 那像以前常常是你一個文回來 說不定兩個月都過去了 這樣所以大概就是一個實驗性的 把新的想法能夠很容易的 一方面擴散到十二個相關部會 那二方面也把這十二個相關部會 一些新的事情很容易擴散到 做社會創新的朋友 那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社會創新是局限在 就是一定要有社會企業嗎 還是沒有沒有 社會創新其實它的定義就是說 一個新的想法 那如果越多人加入 對社會就越好 其實社會創新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像Wideweb也是一種社會創新 它不一定要是企業 它就是一種新的做事情的方法 然後如果被大家採用了 那就會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 那假設因為我們現在算發展的目標是 我們在想說要基於學習興趣的社交軟體 或是基於社交的學習 線上學習 像這樣的話也算 如果很多人用的話也算是一種社會創新 那就要看你有沒有解決到社會問題 還是你造成社會問題 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來的 要問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創業到現在也經過半年以上 是 然後因為我本身還是學生 然後他之前跟我們 我跟他在日本做了一點小生意 然後就有長到天頭就覺得想要創業 然後因為我們本身是來自宜蘭 就是交通成本很高的地方 是是是是 所以我們會特別去宜蘭 對 然後就覺得 因為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其實算是得到社會上比較多資源的一個算族群吧 所以很在就是做生意長到天頭之後 就會很理所當然選擇教育這個題目 作為出發點 但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困境就是 營收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然後就是也會變成像唐鳳說的 就是你沒有真的在解決一件事情的時候 成就感的來源就會不足 那成就感不足是 像我們現在team裡面的工程師 他就會開始動搖 然後或是像 之前有投資者進來想要 就是那有點算是被 玩啦 就是他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金額 但是說要佔80% 那因為我的角色跟工程師的角色是衝突的 那時候我還沒有什麼社會經驗 我就把他們一起帶去見投資者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好像適度的資訊落差 是不是社會比較快樂一點 我不知道 每個個案都不一樣 對啊 因為像這件事情上面 我的本意也是覺得 透明嘛 大家資訊落差少一點 然後讓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做這樣的決策 但是他們就會覺得 為什麼不要 然後就是甚至直接 就是要離開 對啊 為什麼不要的意思是 應該要take這個offer 對對對 或是 對他們來講 利益最大化嘛 對 如果維持現狀 就是他們還要吃苦一陣子 對 所以這樣 在面臨 就我想問比較 比較哲學性的問題 就是在面臨 人在面臨道德困境的時候 要怎麼去做 取捨 這一個比較大災問 這是一個已經發生了的事情 對 那最後你是已經拒絕了 還是現在正在考慮 現在已經拒絕了 已經拒絕了 而且他們 軍心已經換散 對啊 不但已經拒絕 而且軍心已經換散 對 算已經救不回來 真的 對啊 但不是這兩位 OK 不是這兩位 OK 好 你不知道 請問一個比較大災問的問題 我覺得這不會 不會 是 零和的遊戲 就是說 它佔80%的股權 它不一定要有80%的 決策的影響力 我們現在 創業的時候 經常都是運用所謂的特別股 就是說你是 創辦人 那就算你的股權 只有10% 但是你的投票要算49% 這這個都是可以設計的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的時候 投資人 他要求佔一個股權的%數 他是為了他覺得 他 嗯 怎麼講 就是很容易 控制這個經營 然後要變成他比較快出場 的這個狀態 那但是有的時候 他純粹只是覺得說 這真的是很不錯的一個主意 那他覺得說獲利會相當高 那所以他希望佔一個比較大的股份 所以我覺得這好像很難一概而論 對 所以 有的時候 我覺得哲學上來講了 先不講任何特定的%數 哲學上我們在談判的時候 大概就是 就是先會想到一個Betna 就是如果談判不成 那我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做 那如果你把你的團隊成員帶去的話 大家對這個等於Plan B嘛 可以先有一個討論 先去的一個公式 這樣子的話 就算就是沒有談判成功 大家也不會覺得好像是 你一個人的問題 而是覺得說我們一起討論過一個Betna 那這個東西比起他的那個願景 那大家覺得還是這個比較好 那所以就不上感情 對 那但是 如果有這個備案的話 你就可以去把這個備案 跟他所提出來的offer中間 每一個有差距的地方 都提出來作為談判的標的 因為沒有談到這麼好 你就拉倒了 所以你每一個都可以去要求更多 那所以就像我剛才講的 不是只是股權 包含經營方向 實質的控制權 comfortable bond 或任何其他的設計 都可以在這裡面被提出來 但是如果你團隊 自己沒有凝聚到這個Betna 不是大家的共識的話 那當然有些人就會覺得想要離開 那這樣也不要硬流 硬流的沒好處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要不要先問 我問題滿多 就是因為現在政府還滿多的資源 就是我看越來越多給新創團隊 對啊 然後因為我很習慣去看 就是 呃 這件事情他背後的動機 雖然一方面是可以幫助新創團隊 但我 因為我們現在進駐在創立吧 我觀察到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很多 很多人說就是政府的這種補助 或是獎金 其實就有點像毒品 嗯 因為你像我們在這個階段 其實最重要是找到商業模式 嗯 但很多人因為他 拿到了補助之後 他可能就靠著這個補助 一直撐下去 然後甚至有人撐了兩三年 就是都沒有 都沒有用戶也沒有 營收 但是他就是靠著這個補助 可以一直 這樣維持下去 那我就不太確定 像這樣一個行為 對社會來說是 有生產力的嗎 還是 在某個方面來講 他解決了 什麼 比如說政府的 失業率的指標 或是 一些其他 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 就是整體來說是好的還是不好 不管你已經看到了 他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失業問題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不是每個創業都能夠成功的 一直創造就業機會嗎 那 事實上 失敗率高這件事情 是大家都了解的 所以 我想政府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當一個緩衝 因為以前大家不太願意投入創業 很大一部分就是 因為大家聽到創業失敗 就想到賣房子 買車子之類的 就是或者是 就是在一起不能 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 長輩也比較不會願意說 晚輩去創業 那這個是台灣 一向以來 創業風氣比較沒有 那麼盛行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當然 每個sector不一樣 就是有些sector 創業是 就是本來大家就知道說 成本損失有限 大不了收看 對 那但是有一些是大家 傳統上覺得是 比較資本密集的事情 那這樣就不會希望 自己的小孩 在這個 就是存款 高到一個程度之間 就投入這樣子的創業工作 所以我覺得政府很大一部分 是一個文化 就是說 希望大家了解到說 如果你創業挑的題目 是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的題目 那就算你在經濟上 就像你說 經過一兩年 它也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好的 營利模式 那至少第一個這個過程大家都有所學習 那第二個是說 它過程裡面也解決了一些社會跟環境問題 當你同時有三重底線的時候 大概不會三個同時失敗 我想這是最主要的想法 那至於說你說一直永遠靠政府的補助衝下去 大概也不容易 就是我們看到政府幾個補助這樣排一排 大概你到四年 如果真的沒有客戶的話 大概也很難再往下拿 對 所以我覺得還好 它只是讓大家在一開始的時候 尤其是本來自己家裡面 資金可能沒有那麼充裕的 或它本來就不是中產以上階層的朋友 它還是可以看到社會問題投入創業 然後等於社會把它吸收一開始的成本 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然後就讓大家比較敢創業而已 因為大概創業要到失敗一個四次左右 大概才比較熟練 就是比較知道說看到問題 你要就是怎麼調動網絡怎麼解決 所以前面都是在付學費 其實我們今天來剛好 我跟他做了一個算是公司吧 有嗎 幹嘛 就是我們算是承認這次失敗 但是 恭喜 因為 聽到一個很有 很有意義的話 就是有時候承認失敗 欸 有時候放棄不代表失敗 對啊 就是你可以 把這次的經驗 整合一下 就變成下次的養分 對啊 對啊 但是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 會有一樣的共識 因為我覺得在尋找共識的 這個過程中 每個人他考慮的點就是不太一樣 確實 所以有時候硬要打成一個共識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衝突跟 那個落差 就會讓不太舒服 對啊 這是為什麼我們這邊叫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嗎 就當你是抱持著一個實驗的心態的時候 就沒有成功跟失敗 你就只有實驗結果拿出來大家看一下而已 對 那我覺得這個實驗的心態是蠻重要的 因為不然的話 確實每個人 就像你說的一開始的期待不一樣 那但是 我們如果做科學實驗 或者其他的學們的實驗 要求的大概就是大家很誠實的 報告實驗結果 大概也沒有什麼別的要求 那這樣子的話就比較沒有成敗的這個問題 欸你們真的都沒問題 那我就繼續問 繼續問 嗯 就我們晚上等一下 其實還有一個活動 主要是 我們現在在做那個 線上直播教學的平台 那現在是以日文為主 嗯 然後因為他自己在那個 日本工作 然後我 我現在其實也還在那個 東風大面租 我還是學生 對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有那個 像這種比較高階人才 其實一直在外流 你說你在哪裡念書 東京公約大學 東京公約大學 對對對 所以 我們在做這個 題目的時候 其實看到 一個問題 就是 顧客要什麼 你就給他什麼 這樣是最快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在做的發現 如果年輕人 他就是想要 比如說去 海外 他不想留在台灣 那我們就提供給他 這樣一個訓練 讓他可以快樂去 日本工作 去 新加坡也好 香港也好 就是類似這樣的話 很好 很好 很好嗎 對啊 所以我們才知道 就是 這是一個有辦法 解決問題 還是 不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不需要被解決 我覺得 人才對流 越多越好 那以前的問題 只是說 兩個嘛 一個是說 如果跑去新加坡 或者是說 新加坡人跑過來 無論如何 雙方覺得 某個問題應該解決 然後想要創業 可能九成都跑去新加坡社公司 沒有人跑來台灣社公司 對 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等於就是說 你就算能夠 說服別人過來 到最後他不會在這邊落地 他還是把人帶回新加坡去 對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就是外國的一些人才 尤其是一些 比較 我們叫做 數位有牧民 就是他在哪裡工作沒差的人 那 他雖然很喜歡台灣 可是台灣本來的法令會要他 可能三個月就得走 半年就得走 多久就得走 他沒有辦法很自在的 留在這邊 那他留在這邊 一定就要找一個雇主 一定就要簽一個合約 但是其實 就是這些人是沒有這樣子的 必要的 他任何自己開一家小公司 甚至不開公司 他都可以過得很好 那其實 他們並不喜歡 被綁在一個特定的雇主 那這個雇主如果解他的約 他又要被遣犯 就是 是才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這兩個才是 就核心 就是說 本來正常的情況下 是一直有交流 一直有對流的 但是等於我們好像把這個塞住了 所以就只看到外流的這邊 但是他要回流的時候就撞牆 這樣子 所以 我們現在的法規 大概去年 把這部分大概都鬆綁了 所以現在 如果我們要在這邊設公司 就是他至少剛才講的特別股 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新的公司法都已經 等於跟新加坡是在一個 一樣的一個狀態 那或者是說 我們所謂的就業金卡 那個其實也是從新加坡 參考過來的一個制度 所以 像他們是三年 然後 就會到齊 那我們三年之後 還可以繼續續發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是這種 自主的 說謂有母人的話 那你在台灣待著 不需要 一定要去找一個老闆 那也可以 就是自由的出入境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讓很多朋友 就是願意回台灣 那甚至就像你說的 他可能出國一陣子 但是他回來創業 或他回來 繼續做他的工作的時候 他是一整團人帶回來 那所以本來這個就是 自然的現象 所以不要覺得說 好像幫人帶出去是一件壞事 這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本來就想出去 是等他回來的時候 你不要讓他回不來 喔 對 我 因為我們研究室裡面有 還蠻多東南亞的學生 然後其中一個 我印尼的學姐 她是曾經來台科大念碩士 對 然後她原本想要在台灣找工作 但是 就是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她原本在印尼 是在愛生者 對啊 但是來台灣 她想找工作的時候 沒有 沒有讓她有發揮的空間 她最後跑到日本 對啊 而且她如果要創業的話 還會被當做外資 就是會有各種莫名其妙的這個限制 對 那所以大家最常report的一些限制 我們上一波放在外國人才那個專法 已經通過了 現在已經實行了 那第二波是放在新經濟移民法 裡面對喬生就會再多加一些方案 那所以 其實日本本來也沒有那麼容易的 日本是這幾年才變得這麼容易的 對 那他們本來是 我沒有記錯的話 比台灣還要困難 對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鐘擺擺到另外一邊 對 所以我們外國人才專法 新公司法產創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會推 新經濟移民法 那就會再讓 尤其是東南亞的僑聲 更容易留下來 對 欸 那 我剛剛原本有另外一個問題 不過我先問這個好了 因為政府 就是以政府的角度在制定 新的法律 就是制度的 新制度的產生過程 一定會有人被犧牲嗎 不會啊 不會嗎 為什麼一定會有人被犧牲 就譬如像 像制定這種法律的時候 就不會 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對 對 或是 因為本來的情況對大家都不好 所以這樣就算一個共識 對 因為我們的目的當然是說 我們在不犧牲任何人的情況下 去讓一些人的生活變好 對 那所以確實 像新經濟移民法等等 他都會說 可能來的人 他不管創造就業機會的 跟他自己取得就業的這個平衡 或是說他的待遇 不會是低於我們這邊的老公的待遇 不會把大家的平均性子往下拖等等 這些當然都要先照顧到 所以是在這些前提下去開放 所以這個開放 一開始就已經設定說 他不會把其他人拖下去 自然也就比較沒有 就是所謂既得利益者 被影響的問題 既得利益者 還是繼續享受他們的利益 對 那這樣在推行這種法律的時候 應該就比較 這個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我們如果看 之前的外國人在專法 在壯影平台上面 去進行徵集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反對 然後很多來台的外國人 都在底下一整片的留言 就是說 圖法不自行 他們有很多具體的要求 像他們的居留證是 什麼AC 什麼什麼 AD 那我們的身分證字號 是什麼A1 什麼什麼 A2 什麼什麼 所以他們的這個字母 就沒有辦法去 什麼買電影票啊 用什麼 中文介面 訂台鐵啊 什麼 就是他已經不是法律了 不是成文法 是演算法 就是 已經是 就是沒有人想要卡住他們 但是因為我們 一般寫程式的時候 都會用身分證字號 減額的那個程式 那如果你用到 身分證字號 那他們的居留證號 就沒有辦法進去 那所以就他們工作生活 都有許多不便 那所以我們也因為 看到這樣的留言 所以從 應該是 今年年底 最慢明年 開始 我們就會全面換法 那所以他們證號 就會變成A8 什麼 A9 那這樣就會 跟身分證字號看起來 是一樣的 然後線上的服務 也比較能使用 所以我第一次說 我們都是需求反應 那你說 讓大家用 A8什麼 A9什麼 A7什麼 有沒有 傷害到大家的利益 沒有嗎 所以應該是還好 那 就是延續的這個 制度的話題 我覺得 像台灣人 年輕人流出去 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 高房價 跟這個 土地制度 那 你說在都市啦 當然是 都市 尤其台北 然後像 要推那個 獨自更新的時候 就是 在東京住一陣子 然後回台灣 看到這些 看到市場 就會覺得有點 難過吧 對啊 然後 因為知道這樣一個 老公寓 其實在那個 東京進化的地方 可以買兩間房子 就會覺得更難過 對啊 但是像這個 要解決這個 這個問題是 可以解決還是 有啊 所以最近立法院才通過 讀根條例 三讀 就是專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他就會 傷害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嗎 好像也還好 還好 在這個版本是 各方 彈出來的一個妥協版 所以就是 如果地方 沒有辦法 這個 如期完成那個程序的話 那是由中央來舉行聽證 那 反正你有空可以看一下 新的這個讀根條例是 各方大概都已經 角力一陣子之後 達到的一個均衡版 所以你看他三讀的過程 其實沒有什麼很抗議 這個有在解決 這個我同意是一個問題 對 而且像 宜蘭這十年其實發展很大的原因 就是 靠著這個農社的開放 對 所以 包括我們 我跟他家裡都有人從事 相關的產業 而且我們 看到大部分 人 他會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過上比較小康的生活 對啊 但是對於 某些一部分的人來講 他就覺得他應該要 就是有 宜蘭就是應該要農田 怎麼樣 這我也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但是就 就覺得在 譬如說政府在制定一個政策的時候 就會想到這麼多 因為像我們在 我們現在是小型團隊 就是在 想一些策略的時候 都想說 用戶大概會怎麼反應 反應之後 我們要怎麼應對 對啊 但是 但像政府在這麼大規模的狀況下 會不會有沒有考慮到 執行法制 當然一定有 所以 我們現在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 我們會不斷的 叫做關東市修正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 提出的這個 不管是法規的修正還是什麼 都會有60天的討論期 那以前的政府都沒有這個 他們7天 14天最多 而且也不是公開討論 都是打電話給承辦 所以到底承辦界階 通電話我們也不知道 那現在都是在網路平台 會叫join平台 所以所有的法規命令 都有60天的討論期之外 當他實際執行變成計劃的時候 大家還可以看到 1300多個各部會執行通常計劃 也可以隨時提出討論 那承辦都會上去回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以前你能夠表示期間的 大概只有7天到14天 然後之後等於就拍完定案 然後之後也不太有糾正的方法 可能你必須找立委等等 那但是現在等於就是 你隨時都可以轉發財 才上車才油門 都是做得到的 所以有一些政策像 比方說育兒百寶箱 就是因為在join平台 這個被大家踩了很重的煞車 所以到最後會復部就說 好了應該有更好的做法之類 所以就是隨時讓大家表示意見的 頻寬可以加寬 我覺得大家才能夠了解到說 那你等於隨時都可以調整 不是哪一個政策就一定永遠不能改 那比如說像那個宗教基本法 又在join平台上面被討論 那個好像是立法院的 所以不一樣 對 法規命令是說我們已經有法院的依據 比方說你剛剛講的農舍的相關的 或者是都更相關的 但是每一個地方政府跟每一個部會 它在執行的時候它可以定一些細則 但很多角力就是發生在這些細則的參數上 對但是你剛剛講的宗教那個是一個新的法 那那個新的法就會在立法院討論 對 你就把它想成編譯階段 執行階段 我們這邊能夠調的是執行階段的參數 對 剛才那個育嬰法為什麼會被那麼大反對 它不是一個法 它就是育兒百寶箱 當時是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預算裡面說 剛生小孩的家庭 那我們就是給它一個百寶箱 然後裡面有一些衛教相關的知識 然後一些新生兒用得到的東西等等 等於是一個國家的祝福 這樣子 但是因為當時大家就在網路上留言說 其實好比像說他們覺得公共託餘 或者是更友善的職場環境或什麼 那個可能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有錢應該花在那個上面 然後你在那個沒有解決的情況下 送一個箱子過來就讓人感覺沒有很好 有一些北歐國家 他會送這個是因為他別的都已經做得很好的 所以你真的感覺到被祝福 那但是如果這些結構性問題沒有解決 就送個禮物過來 就算什麼呢 所以感受不同 大概是這樣 我剛才說還有一個問題 對 時間夠了 沒有問題 還有13分鐘 就是 因為我當兵在台南市政府當那個外語替代理 然後那時候 就我們的 雙語環境 對 辦公室就在 那時候還是市長的外面 對 然後就是因為我 我算是管理看部有關一些替代理 他們是負責就是二外的辦公室 然後我們在看到就是 我太知道這個好不好 但是就是 行政院最近推了一個什麼 整個國家的 雙語環境 雙語環境 對就是 但是你們當年叫二官辦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在台南市都 嗯 弄成那樣了 弄到整個 會變怎樣 會變怎樣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這次推雙語環境 那個陳梅林主委也強調 他不是一個好像去衝KPI 說每一個什麼多少公文要用英語寫啊 或者是說 有多少這個法規命令一定要翻成英文啊 那陳書委強調是說 還是一個需求反應 就是說如果是真的英文為母語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外籍的朋友 他用得到的服務 他實際跟他們利益有關的法規 跟他們面對他們的這些部分 這些部分是他們反應了 我們儘快把它補起來 而不是說 在還沒有任何人反應的時候 我們是就是全盤灑下去 那翻了也沒有人看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台南經驗怎麼樣 但是 以我的理解 這是一個比較 比較溫和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他很多都是 我剛剛講這個自然對流的 以前本來塞住的地方 好比像說 雙語教學的一些環境 或者是以前 我們教育部有一些法規的一些限制 好像說 學英語的年齡啊等等 他不能更往下之類的 我們是把這些鬆綁 但是我們不是說 全台灣一定 多少間學校 然後就要開始開這個 沈浸式英語翻身 總之不是KPI的思維 這次就是鬆綁 然後反應需求調整這樣 我們那時候 又五個替代一難 然後每個人 像我跟另外一個分配到 就是我們每天要翻一篇 把中文翻成英文 然後PO在粉絲頭 那就是 就是 就是都沒有人看 純KPI 對 所以就是覺得 如果這東西弄到 整個國家level的話 我就覺得比較可怕 但是如果剛才有 對 這個一開始真的是大家的疑慮 就是 我碰到很多個部會 因為 我有在國家文官學院 教全英語的班 那大家都規定說 一定要用英語提到問題 然後才能夠結業嘛 對 那然後 後來我就是讓大家 用slido 就是用手機寫 其實大家用寫英語 是比較容易的 舉手用英語開始講 是那個心理障礙是很重 對 所以大家一開始聽說 要推動這個 那就會覺得很害怕 覺得說之後 會不會全部都要沉緊實 而且全部都要 一定要講 然後又要掐KPI之類的 所以 在通過雙語環境的 那次院會上 我有特別發言 分享我去 就是教學的這個現場 然後 簡單來講就是說 是用一種鼓勵的 然後 大家如果能夠用寫的 就已經很好了 的這種概念 而不是說用一種 掐KPI 然後每天一定要講多少句 翻多少字 然後甚至公文書 都要用英文 那沒有這樣 那陳主委也特別說 就是這次不是這樣子推 所以應該還好 可以比較放心 如果有公務員在看這個錄影的話 我們不會應推 這個會偷到 對 會啊 好 應該 應該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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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有 還蠻特殊的經驗 就沒有想過可以跟那個 政務委員 這樣 很近距很聊天 而且就是 就我們真的沒有準備 對啊 我們就閒聊啊 就彼此認識 他 他說你是他的我相 OK 因為 如果他 就是他 從大學 大一開始就還 會參與一些 服務性社團 比如說一開始是 我們交大的那個 三輻社 是 然後就是因為我 以我的時候的角度 我是比較功利主義的 我就覺得 參加這個對我又沒什麼好處 為什麼要去參加 所以 有時候看到 就是這種 武之奉獻的人 我覺得 真的是特別敬佩啊 因為 以我現在在創業 其實我 會盡量避免 就是 沒有 比如說像 沒有意義的那個 聚會 什麼的 對啊 然後就會覺得 每一樣東西都要有目的 不管是長的 不管是短的 就是要有 目的才去做 對啊 然後他這樣前前後 大概做了十年 我就覺得蠻佩服 然後可能也是因為這樣比較偏 做的 個性 所以 在一些 之前有一些那個什麼 模擬聯合國的案子 或是 像這類比較 比較有理念性的事情 可能就會 比較崇拜一點 嗯 好 我覺得阿 以我從旁邊來看 就會辦法表達 遭到表達 翻譯一下 對啊 然後 大概 這樣吧 我覺得 一切的 動機都不一定要是 短期長期吧 有的時候是一些內在動機 像說 對一件事情感到好奇 或者就很純粹 像我剛剛講就是 很有興趣認識 新朋友 那其實這個就是 等於當下就滿足了 你不用去算 未來怎麼樣 對 那 但是當然我覺得是 你剛剛說左右 有點像 鳥的雙翼吧 他是 就是都要有嘛 你才飛得起來 對 所以我覺得有一定的平衡也是非常好的 嗯 嗯 那你會覺得 自己是比較偏 嗯 左派還 右派 沒有啊 我剛剛說了 就是雙翼 是要平衡的啦 因為其實我們 呃 推這個所謂的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希望說 傳統上的右派 也要能夠去想說 那資本怎麼樣 呃 去去提供 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 因為其實 如果你賺到非常多錢 那地球被毀滅了 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處 對 那再反過來講 就是傳統上比較會去組織的 就是所謂的比較左派的朋友 也可以想說 那他可以透過所謂的影響力中介 去跟本來他可能不太熟悉的商界的朋友們 因為商界的朋友們 有一個很好的特點嘛 就是有規模化的設計的能力 就是你把一個NGO 可能一年只能影響到一百個人 但是他透過一些設計 他可以變成你一年可以影響到一萬個人 那所以這些朋友們 確實受商學院訓練 或是受傳統上比較右派的訓練的人 是比較能夠接觸到規模化設計的 所以你就是等於拿著這些訓練 但是來做擴大影響力的事情 就對社會好的公益的事情 那當然反過來講 其實這些朋友們 其實有很多會計師啊 像PWC啊 KPMG啊 都覺得說 那他們接這個 其實他們覺得過生活變得比較有意義 就是說等於幫他補上了他工作裡面 覺得好像只是在幫資本主義這個機器潤滑的 那一部分的缺憾 但反過來講 他們也補上了一些做公益的組織 可能不知道他要怎麼樣接觸到更多人 或有一個更有延續的財務模型的部分 所以雙方配合的時候 才能真的達到規模化 所以這是我主要的工作 這個圖 這個圖還不錯 可以拍嗎 可以啊可以啊 請啊請啊 這是薛曉仁老師這個幫忙設計的 謝謝 我們今天就先講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可以 當然可以 沒有問題